在昆山開店那麼久 從來都沒有那麼焦慮過 2024年突然就沒有人了 在2023年下半年的時候 明明還好好的 現在大街上的人真的越來越少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家人看了一下 這個昆山薄月電腦成就在這裡 有多少工友找不到工作呢 目前市場上的情況就是這樣 中國經濟持續疲遠 中共官員能夠獲利的空間也在減少 因此中共掘韭菜的那把簾刀 已經擴大到台商和外資了 最近中共公安以非公收賄為由 將四名在鄭州富士康工作的台商高管拘留 台灣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 是蘋果手機的主要供應商 富士康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目前不僅是經濟風險很高 政治和法律的風險也很高 很多台商已經看清局勢 將企業從鄭州、崑山等地方遷出去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台商撤離中國這個話題 這四名高管從今年1月份開始 至今已經超過了9個月沒辦法回到台灣 其中兩位查不到收賄金流的證據 被公安指控隨意內容資金 這四名高管一開始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長達3個月到半年之後被轉為嫌疑人 目前已經被關在看守所超過3個月 其中一名年齡較大的高管被送到看守所之後 因為監視居住期間被強迫保持同一個姿勢 導致出現肌肉萎縮的情況 至今無法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 有富士康中國員工向台灣高管家屬透露 整個事件是當地人士與中共公安聯合宰裝製造的假案 從中謀離 目前還未清楚是什麽原因導致他們被捉的 台灣陸委會引用鴻海的說法 表示這些員工沒有損害公司的利益 公司也未向中共公安報過案 對他們的指控很奇怪 陸委會在聲明中指出 這個事件可能是由於一些地方濫用職權所致 已經嚴重傷害了企業的信心 呼籲中共盡快調查處理 目前富士康在全球共有28個主要工廠 其中7個分佈在中國 鄭州工廠營運著全球最大的蘋果組裝廠 有蘋果城之稱 在巔峰的時候 鄭州廠僱用了35萬工人 2016年該園區生產智能手機 共2.58億部 其中一半是蘋果手機 近年來 中共當局以各種理由和名目打壓外企 加上中美貿易戰 中國勞動成本上升 經濟惡化 外企紛紛撤出中國 富士康也是一樣 大舉遷移到越南和印度 今年第一季度 因為富士康撤離 導致河南的手機出口量同比暴跌61% 更造成河南出口額跟著大跌23% 我們來看看富士康對鄭州有多重要 鄭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蘋果手機生產基地 每年全球約80%的iPhone都出在這裡 首先在外貿方面 鄭州富士康自建立以來 就成了河南的外貿之王 累計進出口金額長期能佔到整個河南省的6成左右 佔到鄭州的80% 2022年前三季度 之所以河南能實現超過6,200億的外貿進出口總值 連續10年拿下了中部地區最強的榮譽 鄭州富士康功不可沒 再說說就業方面 河南雖然是一個人口大省 但是是教育的沙漠 超低的高考錄取率導致低端人材多 而富士康為河南創造了幾十萬個就業崗位 另外富士康還帶動了上下有產業鏈的發展 初步估計 富士康在河南帶來的就業崗位就超過了100萬 這100萬人口後面就是100多個家庭 試問有哪一個企業能夠填補上這100萬人的產業缺口呢? 網上有人說富士康工資不高 有多重要呢? 其實這是一個認知的誤區 整體來說富士康工資在工廠中屬於中等偏償 普通員工一個月下來能夠拿到四五千 在繁忙季節加上獎金一個月能夠拿到七八千 富士康帶來的不僅是表格上的出口數字那麼簡單 這些都是顯性的 一眼就能看到 其實富士康帶給鄭州的價值絕對不僅是這些 其強大的輻射能力會帶動鄭州產業配套的成熟 因為富士康到了鄭州 提升了與電子相關的產業基礎 豬三角、長三角的地位為何會這麼穩? 就是因為他們有著老固的產業基礎 因為富士康的到來 相關上下油產業配套企業不斷在鄭州紮根 這種隱性的帶動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由於新款的iPhone16在9月13日開啟預售 9月20日正式發售 一度撤離中國的富士康 又在大陸市場重新活躍 在4月份開始在鄭州以高薪招供 吸引了很多年輕人應聘 富士康自從7月底以來 將員工的時薪由6月21元提升到26元 在職滿90日發放的獎金 也從5000元提升到超過8000元 富士康鄭州科技園區外 每天都有應聘者排長龍 其中90%可以通過順利入職 主要工作是組裝蘋果手機另部件 由於富士康技術門檻低 面試通過率入職率高 很多在職場上捲不動的本科畢業生 開始從高等教育的象牙塔走進了工廠流水線 很多人都在說 年輕人要去送外賣也不願意入工廠 但是富士康卻狠狠地打念了這些人 不是年輕人不願意入工廠 而是其他的工廠給的待遇太低 整周富士康能夠在兩周的時間賺了5萬人 就一個原因就是待遇好時薪25元 正常工作8小時 一天就能夠賺到200元 加班費還零計 平時加班按1.5倍計算 節假日加班按2倍計算 做滿3個月就能一次性獎來7500元 另外富士康的伙食也不錯 工資有保障 還為你買社保不會少你一分錢 我這麼說 這些條件能夠秒殺國內90%的工廠 但是話又說回來 為什麼幾年前一心想撤離大陸的富士康 突然回心轉意又回來呢 今天就談一下這裡的一些原因 我們都知道富士康的用工方式叫做靈活用工 也就是說蘋果的大訂單來的時候 富士康就盡快招人 就像現在這樣兩週狂招5萬人 說明蘋果給的訂單不少 要盡快把蘋果的訂單趕出來 不能錯過蘋果的銷售櫃 對於富士康重返中國 不少中國媒體和小粉紅嘲笑 是因為越南印度的工藝趕不上中國 富士康才灰漏漏地回回中國 不過分析認為 重返整週應該是富士康全球佈局的一環 是跨國公司分散風險的策略 並不意味著富士康看好中國的投資環境 富士康在鄭州床重新製造蘋果手機 既能避免將產品品質壓在同一個欄 也可以比較中印兩邊的良率 進行調配 達成競爭的效應 這與過去蘋果同時使用台積電和三星的芯片 來比較良率 有著異曲同工的作用 富士康已經在印度投資多年 正在籌備研發營運總部 此前至少有三次規劃 與印度企業合資進軍半導體製造 因此 重返鄭州應該是富士康全球佈局的一個環節 中國大學生失業率很高 有一個工作已經不錯了 所以不排斥入工廠工作 更何況富士康的身水待遇還是不錯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大學生越來越不值錢 在工廠流水線上一大把 有應屆畢業生找工作 找了很久很久都找不到合職的 最後只能夠入工廠打螺絲 實在是沒辦法 此這種就業環境也是如此 活著才是最重要的 富士康近幾年遷往越南和印度 對河南進出後有很大的衝擊 隨著中美之間的經濟對抗越來越劇烈 供應鏈掀起的中浪潮 不少台商外企選擇撤離中國 蘇州市下屬的昆山市也淪為重災區 昆山市是台商在中國投資最密集的地區之一 人稱小台北 台企支撐了昆山的30%的GDP 使昆山從農業小院發展成為中國最強的地級市 截至2020年 有超過5300家台灣公司 大約10萬台灣人落腳昆山 但這一切正在發生變化 台灣媒體曾報道指出 三分之一台商已經離開了蘇州 剩下三分之二也轉移了部分產能 對此中國國台辦撲斥報道不實 但一名姓陳的台商表示 一些廠仍留在那裡 但老闆已經離開了 30年前北京當局宣布改革開放 加上中國生產成本低廉 吸引大批台商進軍大陸 如今美中角力加劇出於對地緣政治的擔憂 再加上中國勞動力和土地的成本不斷上升 中共當局還在增加稅收 不少台商選擇撤離昆山 以前繁華的街道上 如今很多店面要麼就關閉了 要麼就在這裡轉讓 聽說2024年的昆山少了將近100萬人口 這是多麼嚇人的一個數據 少了將近三分之一 之前人民路上這裡人山人海 你看看這裡 哪裡還有曾經繁華的景象 原來這裡是一鋪難求 現在很多地方都貼出了轉讓 其實看到這裡 我是很焦慮的 因為我們行業和人口跨勾 人口多 經濟好 自然而然裝修的人也會多 經濟不景氣 房價也在這裡下跌 百分之七十的房價下跌 害慘了所有的買房人 去年138平方310萬成交 現在160萬出頭 昆山花橋嘉賓蒙子成就在地鐵口 2017年買入的72平方兩房120多萬 加上稅費130多萬 現在掛牌70出頭都賣不出 連這麼多年的利息都不夠 現在年輕的打工人都找不到工作 唉 今天又沒有找到工作 躺在公園 現在已經交不起房租了 還是去投靠我的兩個老鄉 他們還是有點實力 剛剛打電話給他們 他們已經租好了 現在直接拿著我的行禮就過去 還是租的昨天的房間 三張床50元 他們兩個人每人給我出5元 這房間還是可以的 外面還有飲水機 有洗澡的地方 今天算是狂住了 現在來中化院南門這裡 買兩個包吃 老闆給我兩個肉包和兩個雞蛋 兄弟呀 很貴呀 兩個包兩個雞蛋居然要8元 太貴了 根本就狂不住 吃飽沒事做 睡覺吧 明天接著找工作 昆山這座城市已經變了 這座城市找工作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好找了 失望的人基本上已經選擇離開 只有那些還不知道情況的人 還在紛紛往這邊來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